食物的味道 请问三位今晚吃什么 A套餐谢谢 请给我C套餐 我要B套餐 好的 请稍候 请慢用 以后的食物真的都会被药丸代替吗 恶心 我才不要每天吃药呢 这样根本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吧 你们真是大惊小怪 根本不用等到未来 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有很多都是经过加工的食品 根本不是食物 像是很多市面上卖的布丁 里面根本就没有鸡蛋 果汁里面也没有水果 好喝的汤根本不是用新鲜食材熬煮的 而是用调味粉 人工色素调出大家喜爱的味道 啊 什么 原来我们吃的食物都是假的 对啊 那是食品 而不是食物 好恐怖哦 这样我们会不会变成生化人啊 我要吐了啊 我昨天才吃了一盒布丁 喝了一杯果汁和一碗汤 以后少吃加工的食品 要吃就吃真正的食物 明天我就带你们三个去吃好吃的 好味 好味 妈咪 好热哦 什么地方有好吃的啊 农场 原来是要来吃青菜哦 大家好 我是农场的王波波 今天在请大家吃好吃的之前 要先请大家帮我一些忙哦 首先啊 请大家帮我采收这些青菜 很简单 就像这样 这些菜啊 可都是完全不撒农药的哦 不撒农药 菜虫怎么办啊 用手一只一只慢慢抓吗 是啊 大概差不多是这样 褲虫都是靠湯啊 褲虫都是靠湯 褲虫都是靠湯啊 我的衣服 我的脸 我的脸 接下来要请大家帮忙采收草莓哦 像这样 这些草莓也是完全不撒农药 不施化肥 别紧张 这边没有鸡了 那昆虫不会偷吃草莓吗 没有鸡 那谁来吃虫啊 一般来说 这里的昆虫是原住民 草莓是外来客 只要生态平衡 昆虫会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吃 只是草莓很脆弱 容易生病 我会用非农药的石灰硫磺合剂等 让土壤健康 这样草莓也就会长得好 如果虫虫真的想吃草莓的话 就当作是我请客了 那我就放心了 这些青菜和水果都是刚刚你们采收的哦 还有鸡蛋都是那些野放吃自然新鲜食物的鸡生的 所以有一种说不上来特别的好味道哦 还有这些草莓果价都是用新鲜的草莓做成的 没有放任何人工色素和化学调味 吃吃看吧 自然的食物吃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美味又可口呢 我们当农夫的总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 而不是那些过度调味的加工食品 现代人口味都太重了 过度注重苦苦之欲 反而忘记了食物真正的味道 耶 现代人追求口味多变 只在乎东西好不好吃 而忘了是否健康 这样一来 时间一久 我们习惯了色素和加工品 反而忘记了食物真正的味道 良好的饮食习惯 应该要从小养成 只要身体健康了 泰勒自然就会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